如果没有姻缘,那是进不了这个门的。 姻缘不具足,它是进不了这个门。 不是在设限,而是它的姻缘会把它阻碍,障碍住。 它的姻缘判断会把它障碍住。 再来,就算你有姻缘进来,如果你不能够把握当下的殊胜姻缘, 你又会被很多自己的所知障,姻缘,所知障,把自己障碍住。 用过去的观念之间,再听。 所以你会觉得,这个没什么啊,这个没什么啊,没有什么特殊啊,没有什么神奇啊。 对,那你就会被自己的之间把自己障碍掉。 然后又会跟你生生世世一直在找寻的那个终极目标,又会擦身而过。 又会继续到处再找寻,继续再浏览。 所以,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珍惜当下的姻缘。 也鼓励大家,真的提醒我们自己反扑归真。 反扑归真。 练习作为真人。 你越是越来越单纯。 你就会越接近真正的真理。 来,好好体会这一点。 你越是反扑归真。 你的心越来越单纯。 你就越接近真理。 你跟道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。 本来就是在一体。 但是因为那个之间也就是太复杂。 太不单纯。 太厉害。 那就是那些之间把自己与道障碍。 隔离,隔开了。 就是自己那些之间。 所以,当你不要那么的复杂。 不要想越来越厉害。 当你能够渐渐反扑归真。 越单纯。 你就越以道合一。 这就是孔子所讲的道不远人。 人之为道,而远人。 不可以为道。 那个真正的生意就是这样。 所以,一般人真的不知道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 这句话,希望大家好警惕自己。 一般人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 太厉害了。 好,你越厉害你就离道越远。 你认为这个太平凡了。 这个太简单了。 这个没什么。 应该怎么怎么才是。 好,就是那些观念之间。 把你自己抽离了这个真正的道。 然后去构筑梦幻世界的道。 所以,本来人是真的可以不用休闲的。 我们本来就是在道里面。 本来你随时都是可以安心自在的。 但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念之间, 你没有正确地认清出来道在哪里。 也没有了解真正的宇宙的运转法则。 所以,用很多错误的观念之间, 一直在运作,在经营自己的生命, 经营自己的人生。 所以,把本来很单纯的生命变成很复杂。 把本来很单纯的人生变成很复杂。 把本来很单纯的世界变成很复杂。 这就是众生充零反对充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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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所以,为什么老子要我们你要弃智绝学? 你要放下你那些四字变充啦! 你要放下那些累积很多的知识、知见, 认为自己懂很多的知识。 那些要放下。 有人就误解啊,老子就是愚民政策啊! 要我们变成笨笨的、傻傻的、 时代这样好被那些政治人物统治。 才不是完。 老子所讲的,要放下那些所谓的气质, 放弃掉那些四字变充啦! 不要认为自己很聪明很厉害啦! 你越认为自己很聪明很厉害, 那种己优人,自己很优秀, 别人低一等,自己很厉害, 然后要制造那种女众不同, 制造自己的杰出, 制造自己那种很厉害。 那个就是在构主梦幻世界制造问题。 所以,老子是希望我们要自虚及守幸福。 把我们脑海中那些观念之间, 把很多我们那些我是我能我慢, 我很想,我很行,我很强,我很厉害, 把那些如果能够真的放下, 用一颗不在成见的心,清静的心, 你来体到,体会到是什么? 来体到悟到,然后练习的去做出来。 你能够这样的话,真的, 你才会很快找到真正的安心自在。 所以,希望大家重新来, 如果你要找到真正的安心自在, 如果你要找到真正生命的究竟归处, 真的, 从心来, 最快。 从心来, 最快。 从零开始, 最快。 从不会, 开始, 最快。 最快。 because i的诬? 最快。 对。 感谢观看